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一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二人的名 接待二人 必得以人所得的赏赐 真的不是那么多人相信我关于恩高的教徒 其实 因为就如我所说 到现在来说 我所说的很多点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认真去对待我所说的 如果是的话 根本其实我们教会 其实约俊率可以已经更加大 但当然了 神当然是按住我们 进步的程度想法分明 所以我们才走到现在这个光景 但未来我们的恩高 是可以扩大很多的 原因其中的理由就是 现在我和大家去分享 就是让更多的信息 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新期待 而让你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好像主耶稣的七十个门头 这样猜出去 都一样走到我有的神迹 但是问题是你也认识得 这个恩高是短暂的 而这个恩高是给你的时候 是有那个要求 如果不是的话 连祝福的饼 售数都会净减的 明白吗 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因为真的会有一天 你们每一个都拥有你不配得的恩高 但是问题是你既然不配得的话 你就要认识得好自为之 就如我所说 因为你更加要理解 恩高其实运作的每一个程序 如果你是哪个程序 拿到恩高的话 其实你立刻要配合 那一刻的程序 而不是说 哇你乱来的 那就变成了大件事 第一当然神略 最基本就是 他不给你恩高 第二就是他照给 不过就是你短暂得很重要 所以我讲的是 其实当我回来香港的时候 神迹给我恩高 就是为了 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 然后慢慢孕育了 那一套我们捧称 叫做慕容置疑的讯息 对不对 就是我们之前 两三个星期之前所说的 这个慕容置疑的讯息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就是说 他神迫不得已会刺下 一些恩高 让我们导致 导致我们有半年 或者有几年的时间 去达标的 但问题是 这个过程当中 神就会怎样 神就会收回某些人的恩高 比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以前我们说过 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 甚至是我对一 就是我们教会曾经的财政 他以为自己的恩高 比我更厉害 他就可以反骨 那种 要分离这间教会 要这间教会 把所有人都扯走 因为他那种懒的程度 已经财能又不可以了 读书又少 但问题是 神给他一些恩高 他以为他比我更厉害 就已经可以了 走 就如我所说 其实我们开始教会的 头几年 真的要很多很多人 甚至这个人 也是其中一个 但问题是 神都已经预了 给他恩高 这个人 就是其中一个案子 让他下班 立即就分裂 觉得很厉害 但问题是 你会看到 在圣经里面 上上都会看到 这些例子 就像鸭沙龙 是最鲜明的例子 我们看巴兰 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两者都是死的 但是以丽莎 也属于反骨 就是 他病死 他不是死于非命 原因就是这样 原因就是 原来当我们得到恩高之后 我们偏离了 这个恩高的原意 举个实际的例子 有些人得到恩高之后 他第一时间分裂 就是分裂教会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觉得他配得 拥有更多的东西 但你记得 你配得的话 神就会将 你配得给你的 你接代才知 都已经有 你不配得的赏赐 你竟然知道 才知有先知的赏赐 OK 不是有些打赏 这样 明白 所以有些人 他拥有恩高之后 他分裂 有些人拥有恩高之后 他需要你多十倍的口水 他说服你 他才肯跟随你 OK 那也是死定 就是说你分裂也是死 但是你有了恩高之后 你心高气愕 你不可以同心 现在日华做过一些事情 要你批准 以前不用的 现在你有恩高 要你批准 最好就是和你开会 和你拘捕的人去交代 那你见不见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猜人会不会这样做 人当然会这样做 人是直接向了私欲去发展 或者你拥有恩高之后 变成鸭沙龙 或者甚至这个人有恩高之后 受一个他不太爱主的太太控制 因为太太以前没有什么地位的时候 是相安无事 但是太太见你有那么多荣誉地位的时候 他就走出来操控你了 或者这个人有恩高之后 他容易被旁边的朋友挑拨离间 或者他有了恩高之后 他懒 就是他那种懒惰出来 凭着你有这种 以前我们称为猪仔 有这种猪仔出来 那你都如你的恩高都断责 所以我说祝福的饼 就是这些 就是我要解释给你听 身为一个教师 其实就是做这个工作 就是告诉你 你进入了这个世界 并且真的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你要用一个新的天国逻辑 去走在这个天国道里面 你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枉而不利 并且你绝对在这个祝福当中 令人羡慕当中 你知不知道我们将会成为一间什么教会 我们将会成为一间教会 是活在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你知不知道 要不然怎么会叫做复兴 要不然怎么会连君王本身 活在别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当中 都走来去就我们 明白吗 就是原来我们将会不是一个人 我们全间教会 会活在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这个就是为什么 神感到我去分享一套信息 就是当别公司升到一百万美金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怎么 一路一路延续教你们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使命 让人知道原来恩高当做得好 当同心合意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行在神的时代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全间教会 都活在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当中 明白吗 我们有令人羡慕的朋友圈子 我们有令人羡慕的健康程度 我们有令人羡慕的 我们拥有的这些幸福快乐 和我们拥有的生活方式 和我们拥有的这些成就感 明白吗 全世界无论你在做什么 他们是求星也好 他们是歌星也好 他们是皇帝也好 他们是宰相也好 他都会指会 连他的光景 他都会羡慕我们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现在我正在教你 所以为什么 不要怪我这么仔细地告诉你 因为你拥有的恩高越大 你的责任就越大 而并且神向谁多级 就是向谁多要 但是很多人就不理会这些 而甚至最疯狂就是 他疯狂地求恩高 但是他疯狂地不接受我 告诉他关于恩高的逻辑 那就出事了 明白吗 那直成是出事了 因为你拥有恩高之后 就等于一些人拥有电 电是很大的力量 但问题是 你不按着那个游戏规则的话 电不会成为你的朋友 会电死你的 你知不知道 可以生死火烛 甚至将你所有的财富 都付诸一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恩高是同样的性质 马大方第十章第四十一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义人的名 接待义人 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仲知情 爱离柠 三十一 message 三十一 dollars 让 hunter 伯父 作曲 作词 美子 千遍 神慈悲呼声 全爱圈灭 于我内心 尝尝罪恨陶前 沉寂灰暗夜里 险触光笑 尝护的引领我 继续往前 神慈爱恋意 不断念念 慈悠意 通宋蔓延 于是水遍布 此潮相涌现 深深处理灼忌 行究正见 主人为 每日一刻我遇见 扶持礼念